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3-3水平抛射 如果你有去Google Classroom 看3-3的相关影片和动画 同学应该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水平抛射 它的落地时间 要先讲同高度 同高度的水平抛射 和重静止落下 它们的落地时间是一样的 这个请各位自己去看一下 Google Classroom有附的影片和连结 3-3的部分 水平抛射和重静止下落 会同时落地 然后如果我们抬高高度 那当然它落下时间越长 可是你看某一个瞬间 某一个瞬间的水平抛射 跟自由落下的这个某个瞬间 它们会是一样高的 意思就是 重静止下落到哪里 水平抛射就是到哪里 高度是一样的 那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说 在千值方向上 水平抛射在千值的方向上 它其实就是一个重静止下落 千值方向 是重静止下落 那就会是一个等加速运动 那就会是它的速度 如果我们把千值方向叫做 Y 千值叫做Y 那重静止下落 它的速度 VY 就会是 V0Y 再加GT 因为它是往下掉 往下掉就是重力加速度 这个V0Y是从静止下落 从静止下落 意思就是 初速度V0Y是0 一开始 它的千值方向 只看千值方向 只看千值方向的话 它的初速度是0 所以就得到了 千值方向某个瞬间的速度 其实就等于GT 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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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会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因为水平方向没有重力加速度 所以水平方向我们叫它X的话 那VX呢 就会等于它抛初时的初速度 V0 这个叫抛初时的初速度 它是水平抛初的喔 所以它的千值方向 一开始是没有初速度 只有水平方向有 那其实这个就是它的重点 那这一题的 第一个小题就是在问 那 如果用初速度10 抛初 而在A点是棒球的水平速度 跟千值速度相等的地方 水平速度就是VX 千值速度就是VY 那量值相等 就是不看方向 只看大小 量值就是大小 所以意思就是这样 VX 大小 等于VY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叫做A点 这个时候叫做A点 那我们刚刚已经推论了 已经 复习了 其实VX 就是V0 就是抛出10的初速 而VY呢 就是GT 就是GT 那初速是10 那G是10 那所以 T就是1秒 所以第一小题 1秒 它经过1秒之后 它的千值方向速度 会从0 变成10 而这时候 就跟 刚好跟它的水平 初速度 一样都是10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那这时候的位移呢 这时候的位移呢 好 那我们刚刚说这个 千值方向呢 它的速度是GT 那它的加速度 其实 不是它的加速度 它的位移呢 其实就是 跟 从静止落下一模一样 水平抛设的 千值方向 其实就跟从静止 落下一模一样 所以它的 落下的位移 其实你可以看成H 就会是 二分之一GT平方 为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 DY 等于 V0YT 再加 二分之一 GT平方 可是V0Y 这个部分是0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就消掉 去掉 所以DY 其实就是 二分之一GT平方 这个就是 从静止落下 时间越久 它落下的距离 距离 是二分之一GT平方 那只是我们把 落下的位移 写成高度H 这样而已 这个是千值方向 那如果是 水平方向呢 水平方向的位移 好 我们先写一下 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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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水平方向的位移呢 更简单 它是等速度运动 水平方向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它的位移就是 V V X seres导致 或者我们写 dok 等于 V 乘以 它其实就是V0乘以T 就是速度乘上时间 它的速度是V0乘上时间T 这就是水平方向位移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处理一个平面向量 所以它的水平方向位移 和千值方向位移 必须要做B4定理 做B4定理的叠加 这样才是算向量的叠加 才可以算出它最后的位移 它最后的位移 我们用绿色表示 这个才是最后的位移 刘塔R 那它的大小就会是X方向位移 和Y方向位移 用B4定理来处理 那X方向位移呢 输出数为10乘上经过时间在第一小题得到是1秒 所以结果是10公尺 这个是X方向位移 那Y方向呢 2分之1GT平方 2分之1GT平方T 带1秒 所以是5乘以1 是5公尺 所以这么一来呢 我们的ΔR 我们的位移 就会是多少 就会是10的平方 加5的平方 开根号 结果就是 5 根号5 公尺 这个就是 范例1的做法 水平抛射的牵直方向完完全全 跟从静止落下 一模一样